江都在 今天江苏省正江市西北 的地方 有一幅姓阮的人家 和姓葛的人有仇戏有仇怨 晚上放火将葛家烧掉 又延烧了十几户的房子 忽然有一天 阮家的房屋内 无缘无故 被火烧毁 太太被烧死了 软抹才刚逃离火场 又被灰来的火 火灰烧到身上 在请客之间 被烧得焦黑溃烂而死 这个发生在阳州的江都的这个阮姓人家 他跟人家有仇怨 跟这个姓葛有仇戏 他竟然放火把他房子烧掉了 结果有一天他自己的家也莫名其妙烧起来 他的妻子被烧死 他自己也被烧死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在季晓兰 所写的 这个叶薇草堂笔记里面也有这样的 类似的故事 叫做什么 所作换所受 你所作的行为 就是你所感受的果报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这叫所作换所受 这记载一个在清朝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他当官的 他用强暴的手段 把他的奴隶 奴仆的女儿 纳为妾 那个奴仆是百般的不愿意 但是阿姨是自己家的主人 也只有忍气吞声 无奈的接受 那么这个强纳奴仆的这个 奴仆的女儿 这个为妾的这个人 他本身属于什么呢 在满清的八旗编制里面 满清八旗里面的编制 他的上头也有管他的组织 后来呢 那位被强纳为妾的女子 为他生下一个女儿 当这个女儿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 长得太漂亮 这个关联的主人的主制 听到以后 就要把他的女儿强纳为妾 他同样有百般的不愿意 但是迫于他的主子的要求 也只有乖乖的献上自己的掌上名字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厂长听到他哀声叹气的说 要不是不生这个女儿的话 我也不用受这种窝浪气 他的意思说我不要生女儿的话 我不要生这个女儿的话 我就不用受这个窝浪气 他的妻子在旁边听到以后 就接着说 要不是你抢起人家的女儿为天房 天房就是偏房 就是 二太太 又怎么会生下这个女儿 来让别人抢起呢 让个人听了以后啊 才后来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 不正就是今天自己所承受的苦果吗 他有什么资格来抱怨呢 这是发生在季晓兰他们清朝那个年代 真实的故事 所做换所受的 就是这个软性人家 烧掉人家的房子 当然把人家烧死了 他自己也被烧死了 啊 啊 谢谢大家